新冠肺炎让运动赛事大多停摆 重创台湾运动产业 让运动彩卷根本无法下注 彩卷商较苦连天 2020年6月19号上午 运动彩卷商会联合工商团体等40多人 今天上午7点在台中市运彩商会集合 由运彩商会理事长何玉琦带队 搭乘大巴士出发前往立法院 向教育部体育署陈琴 大家还一起呼口号 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重视 运彩商会人员来到立法院之后 由台中市立委何欣纯协调体育署人员召开记者会 立委何欣纯说 苏贞昌院长表示要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发放纾困金 财政部都已经发放纾困金给公益财卷业者 所以立委何欣纯也当场要求体育署赶快发放纾困费用 这样子的数字这样子的比例 有符合我们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的重减重宽重述吗 就已经有要夭习了 你现在跟他说到6月19号24家提出申请 4家通过 我现在今天开这个记者会就要告诉大家 我们行政官僚体系可不可不要那么官僚 到6月19号了 已经7月1号要全国要振兴经济了 立法委员何欣纯说 教育部体育署针对全台湾1700多家运彩券商 从3月份之后就完全没有拿到任何纾困费用 可见体育署行政效率差没有同理心 他要求体育署要尽快发放三个月的纾困金 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也立刻答应 才让运彩业者稍微放心 那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可以看到教育部体育署 在对于运动彩券经销商的纾困 确实动作太慢太慢太慢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领到 那我们要求 第一个有关每个月1万块的纾困金 只要符合资格的 那体育署三天内要赶快拨付 其实我说实在的 真的是透过我们在地乡亲的好委员 何欣存委员 不然我们这些经销商到今天可能还没有办法 苏贞章院长才智的要接地气 体育署还是没有办法接地气 但是今天透过我们何委员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真的是非常的觉得 这个委员真的是帮我们很多 教育部体育署表示 其实他们相当了解运动彩券经营的辛苦 收入也减少 所以除了每个月1万块的房屋补助 还要动用紧急预备金来帮助运彩业者 但是运彩商会理事长何于琪表示 希望体育署这次要说到做到 不要让他们再失望 下午彩券商会跟其他工商团体 也将前往体育署沟通协调 替陷入经营困境的彩券业者 争取更多该有的福利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台中台北连线报导 我各部会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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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